有有有大妹嫁到 新北地检署美女检察官陈汉章 今年5月开始在IG上分享每日穿搭照 不仅女装造型时尚亮丽 加上身形高挑先兽让网友大赞直信美女 陈汉章27日在社群公开 自己十年前的旧照对照图 我是真的很不想面对十年前的自己啦 不过这毕竟就是我活过的痕迹 也没什么好隐藏的 看到对照图是不是很激励各位 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也有很多可能性 陈汉章今年43岁 不管开庭或私下都常以女装亮相 不只穿搭做改变 就怕开庭出现反差 有失机关微信 便在2022年5月动身带手术 变成低一点的女生声音 还透露现在还能畅语多甜光的 First Love 哈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做的窗外风景 事实上陈汉章已经结婚有老婆及小孩 老婆也很支持她的兴趣 也会帮忙推广她的每日穿搭 老婆也发长文透露 简作是个很有耐心又有毅力的人 设定目标就会努力达成 虽然她有女装癖 但在交往时就诚实告知了 结婚也是我说愿意的 即使女装癖这件事随着人生的前进 从癖好慢慢变成日常 她对我的疼爱与照顾并没有改变 甚至变本加厉 包容力也越来越高 我也因为她的女装癖抱着不愿服输的精神 开始运动让自己变得更好 甚至借由血纹这件事情 更能坦然面对内心深处的声音 虽然也有难过的地方 可是人生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 所以愿真说来我不苦啊 甚至还蛮快乐的 中后 discrimin MARK 0ver1 4 的88 9 我不认识 我不是要喜欢 出生的 art 84 是的 frankly 就是他也不會想要真的去變性 我自己覺得我比較像女生一點 可是我自己如果大家說 那你已經這樣子了 為什麼你不算是變性 我不想要變性 我覺得我自己的現在的身體 我是很滿意我現在的狀況的 因為如果我變成真的女生的話 我就是去順應 我就是去順應這世界可以接受的 就是變成一個真正的女生 但是說真的其實我也不是真的女生 因為我沒辦法生理 我也沒辦法有生理期 我還要一直去看 就是像我平常去看的話 要一直打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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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還有受病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你是不想變性嗎 我不想變性啊 大家馬上都不會了 我現在很想變性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同性面 或是像我們這種人是被影響 還是她是受家庭的依靜 但是我覺得 這不是誰受影響 還是先天有這種疾病 因為有人覺得這是個疾病 我覺得這都不是 我覺得這都是就是 你在受精的那一刻 其實就注定你是特別的 而且我覺得這世界上 沒有真正的所謂的依靜面 就只有愛這個感覺 對 我覺得只要兩個人就是 有愛的話 那個性別都不是太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同性面或是跨性別的 就不是透偏 或是被寫遺下 所以你自己也覺得很重要 我國中的時候 我有個女生朋友她就突然問我 她就說 欸你怎麼這樣 然後她就不懂 為什麼她說我這樣 我說什麼意思 我真的不懂 她說這樣子啊 就是 不男不女 她的臉真的就笑我這樣子 我就說 我就不敢講 我就沒有講話這樣子 然後 其他同學也在做 眼注意到 然後就開始圍過來 她就說 我也有哥哥啊 都不會像這樣子 然後我笑喔 哈 然後就笑很大 然後其他同學也在笑 然後我也在笑 我笑比他們大聲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是不是好像瘋走 然後就離開了 然後後來我放學回家的時候 就走走走到裡放 我就開始覺得 有點家事事的 我當下 我當下覺得 你不知道我在哭什麼 我當下不知道 是之後過了好幾年 然後我就想到 喔 我是在心疼 我就是心疼我自己 我是在心疼我媽 因為她 我朋友 我朋友就是 我那個同學說 你媽怎麼把你生成這樣 對啊 我才明白我媽的時候 就掉眼淚是因為 喔 我 我真的是在 心疼她 她罵媽媽 有一陣子我都覺得 我很像灰姑娘 就是 我還在佛光補助 大家都覺得 我覺得 妳好 勇敢 好漂亮 他們其實不知道 我私底下是 就是其實很辛苦 我必須 我在出門之前 我要先穿 你們喜歡穿的 他們喜歡我穿的 那些 就是很醜的卡其色的褲子 跟 深黑色的背心那類的 就說 那我要出門囉 假裝很開心 但是我要 我要很動作很敢的 帶著我喜歡的衣服 就要在包包裡面 然後我要到我家附近的 藏藏車去換衣服 有一陣子 我都不知道我要去 男生還是女生 因為我要去 就是我男生的樣子 我走進去男廁 我發現我是OK的 可是我走出來的時候 大概會 男生怎麼在那邊 然後他會 他會嚇我 對對對 他為什麼會嚇到 所以 我在 我有好幾次 我換好衣服 我覺得 好 我要去上課了 然後我又會在 就是小便斗 就是 隔街的那些廁所裡面 我會待很久 我就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出去 我現在很害怕 我很害怕 因為沒有人跟我一起 我會害怕 但是我還是 把門推開 然後走出去 就是無所謂 我當然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 我們都是人不會這樣子 但是 因為我覺得 不是 也不是因為他們 不講什麼 因為他們的想法 是已經過度了 他們身邊可能沒有這類型 大家不看新世界的人 所以他們的想法 會一直更新過一度 所以他們會覺得 欸 同性戀好像是 是違規常理的事情 但是 我以前也會覺得我很奇怪啊 我高中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很奇怪 然後我會一直壓抑我自己 我是上了大學的時候 才慢慢發現 你 你越壓抑 就是你越壓抑 你越想要 瘋狂的內心會跳出來 所以 你倒不如就是 好好接種你內心的小女孩吧 讓她適合 因為我知道 壓抑是非常難過的事情 就像是 如果你今天喜歡一個男 就像是異性面積的那個女生 她喜歡一個男生 她都不讓她知道 她自己心裡不是很難 嗯 那種感覺 我跟你們的感覺 都是一樣的 我想對那些還沒有認 更認識自己的人 說 就是 我覺得 現在我有能力去保護別人 是因為我也曾經像你們一樣 感到非常的不安 很害怕 但是 你們不要覺得自己都是一個人 因為 你們每一天都是在經歷好 就是我 我今天來 訪問的時候 我也碰到很多 很尖銳的眼光 但是我希望你們 如果以後有能力更勇敢了 請繼續保護 像我們一樣的 甚至還沒有 走出來位子的那些人 讓他們知道他們自己 不是一個人的 嗯 就這樣子 然後 永遠要保持善良 跟 同理性 這樣 記住你的最初的 那個感覺 才不會 變成 不認識的 那個人 嗯 才能老實說 那些人 那些人 都得不認識 我 不是 那些人 那些人 都不認識 外面 我 都不認識 那些人 都不認識